大家好 我叫王永峰 永远的永 山峰峰 34岁 山西人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 我有15年功领和10年咨询经历 养成了12个性格特征和24个职业素养 并实现了三个人生梦想 我喜欢一句个言是 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也 知空 然后能自强也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找一份准足或收集信息关的职务 谢谢大家 欢迎王永峰 韩永峰老师好 99年看军事吧就认识您了 总值得说法 刚才说什么25个职业素养 对 12个性格特征 12个性格特征 对 都是怎么想起来这么总结的 这可能跟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一直在负责我们行业的 信息化工作 信息化就是跟信息资源 业务数据成天打交道 具体的就是业务统计 你看啊 业务统计就是总结的 所以说 总结的 对对对 就想成用数字说话 用事例说服 就是对方 就讲成了一个 用数字总 情况名 责任情 是我们的工作口号 你是 硕士是 在北京交同大学 我知道 北京交同大学的硕士 硕士是 全日制的还是 对 参加全国通考的 参加全国通考的 对对对 你之前的学历是什么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 对 先是上的大专 上了中专以后 在中专三年级的时候 我哥哥考上清华大学 开学的时候 我作为家属陪他过来 回去这个心情就不平静了 我在中专就 就按捺不住了 按捺不住 特别向往北京的 首都的繁华吧 还有北京大学生的风采 有了哥哥作为榜样 对对 是吧 鼓励 对对对 所以就又自己考了一个 自考的大专 包考了河南郑主工业学院的 就是大专 续本又是哪年续的 续本是两千年开始的 两千年开始续 续本念的什么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 你这个北京交通大学的硕士是哪件 04级 就是03年底 04年1月10号参加的计算机 参加的研究生考试 04年参加的考试 全国同考 对对对 那你就是04级 对对对 07年毕业 对对对 拿到了硕士学位 对对对 那07年毕业之后 干嘛去了 工作是什么 就进入了现在这个单位 什么单位 就是母部委的一个心理中心 这是一个事业单位吗 对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对对对 有事业编制 对对对 那你 你看你从07年 对 一直干到现在五年了 对对对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家庭原因吧 就是收入偏低 现在也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 就是说这么说 我又是继续留下去 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幸福 但是我家人跟着我过得很艰苦 你结婚了 我结婚了 但是如果我出来再拼搏吧 可能就是一个人的辛苦 但是全家人跟着我过得好一些 第一是生活原因 对对对 第二是想珍惜资源 就是我在我们单位做了这么多 并且也认识了就是我们整个系统 以及相关行业的一些专家和人脉吧 我想把它转化到企业里面 就是可能会作用就更大 过去的学习经历跟工作经历 至少证明让它两个特质努力 有责任感 如果在职业技能方面 再能够展现出让老板们认同的方向的话 就离成功不远 你要找的这个工作是一个总助 或者首席信息官 首席信息官 对对对 好来各位提问 就我有个问题 我觉得总经理助理和CIO之间差的比较多 就是说作为总经理助理来说 你认为你能做一些什么东西 好来 作为总助我在企业 第一我可以协作就是总裁 去处理政府和重要客户的关系 第二我可以参与到咱们企业的 就是战略管理规划中 第三我可以负责企业的信息资源的管理 第四我可以就是协助总裁 协调业务就是公司的业务部门 第一我可以 稍等你看 你看啊 你说到了这些呢 都是战略层面的 你有过公司管理的任何经验 对这个是关键 就是你说的这些 是一个总助的岗位描述 但是这里边有多少是你能干的 因为你的工作经历里面 更多是偏技术的 对所以我们问问他的那个工作的经历里边 工作经历里边 就是说你也做过很多项目 对对 做项目的时候 你有没有就独立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的经历 我们的岗位就叫项目管理 那你会管多少人 对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项目相关的人 一般在你下面完全由你来协调 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我更多就是处于综合管理 他不是项目经历 他是项目管理 就是说对方 如果我这个项目成建方 他是15个人 我就跟对方一起来 就是一条这15个人的工作 如果对方这个项目小 可能只有7个人 就是7个人 最大的项目持续大概有多长时间 最大的就是金字头 12斤之一 就做了三年 这样吧 我们现在还是第一印象 通过第一印象来做出判断了 各位市区市流 选择 一半离开 还有一半留了下来 天生我有财 二位展示之前给些建议 首先永峰 我非常欣赏你的任性 念中专又怎么样 对 凭着努力 可以改变人生 对不对 但你选择的两个职位 都是高管职位 你刚刚都是很谦虚 很稳定那样子 我希望你在第二轮开始 展现一些风采 气场要拿出来 若不是他们会 可能会觉得说 高管你拿不住 好的 谢谢你 谢谢Frank的建议 现在留下来的六位 一问 请 这样子 我看以前您在IBM工作过 实施过一年 对 薪资也不错 也算很不错的企业 为什么之后 没有继续走外企 这个道路呢 理论上是很不错的一个企业 其实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我上研究生吧 客观讲 我是转转业读的 勉强达到了中等水平 进入IBM 也是没有留下吧 好 来 在你过去的这个经验当中 信息管理 信息分析 这就都是你的工作内容之一 对吧 对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 就是如果是要对我们 列聘网的会员 进行一个分析的话呢 你从分析会员的角度出发 你要从哪个 几个维度进行 第一个就是从这个 就是他求职的薪酬 就是对方的 就是求职者的 对薪酬的目标 这个来划分 第二个就是 他们意向的这个发展 他们是往哪 咱们高端高管 也是分了很多 第三就是 他们本身具有的能力 好 这三个层面 好 来 尹丰 听你刚刚所有介绍里面 我反倒觉得 好像你在行政能力上比较强 那么我好奇的是 你获得了 你的简历上说 你获得十张荣誉证书 其中有六张是 省部级证书 对 这代表什么 看一下 看一下 有荣誉证书 来 尹丰 好 你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您撰写的 知不足而后进步 在创新征优活动中的运用和探索 一文在全国质检系统的什么什么征文活动中 被评为一等奖 受予认证认可科技与标准化工作 先进个人 这边还有一个给邵刚老师送的礼物 刚才 这是把您的格言警句 我没有格言 你那些都是对我们求着 都有宝贵的 特别我欣赏你第一条 就是能够做足准备 武装到牙齿 失败的提问者 就是自己说了八分钟 回答者只用了一个字 把这句话主要是献给陈欧啊 尹丰啊 等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老板 那个谁 格小飞啊 对对对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好 这个太好了 我一定要认真的保管 早期的我们 现在我们也成长了 你少来 你没有成长 我准备下一步 就是把他们总裁们的 格言警句都把它整理出来 赶紧整理出来 不然会被邵刚劈死的 好好好 谢谢尹丰来 第一个呢 我觉得永峰呢 他具备当这个总裁助理 或者总经理助理的潜质 这个是首先必须要看到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感觉上 总体感觉呢 你具备这个潜质 但是你的这个思维啊 总体还是有些老化的 一个问题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就是离开北京 因为我看了一下 你好像还没有小孩是吧 对 没有小孩 想没有 也没有想过和机会比较合适的话 如果不在北京 在其他地方去从事这些工作呢 其他同事去生活 对 这个都是 生活的坦白 就是可以去工作 对 可以去工作 可以去其他同事工作吗 对可以 在你的思考范围之内 对对对 好的 Frank想说什么 我有个问题 因为我其实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各种特质啊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可能 在一个事业单位里面 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你习惯了一种 很稳定的那种状态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去到一个商业机构 所谓的民企 你愿不愿意从中层做起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来 你就是高层了 对不对 愿不愿意在中层开始 中层客观讲 我 我想在就是说 在这个舞台上面 对企业不负责任 我不愿意 好 永峰当时 对不起 好 别劝了 少哥 那我接着问问题啊 因为假如是高层工作嘛 所以说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民企 是多少人的一个企业 多到微博的 这个都是 就成长性企业就可以 我更倾向于 它没有上市 它没有上市 它就是需要不停地去拼搏 开拓市场 好 所以你提到上市的概念 所以你希望做高层进去 拿股票拿期权 是这样的吗 有这个就是说 但是起来一个想法吧 好 好 各位 最后补一个问题 你对薪酬有底线要求吗 最后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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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六位留下来 到了二次选择的时候 永峰逝去逝流 六位 选择 杰丽亚 有效性在于 一家留下来就有效 我信 谈钱不上感情 说职位 我给你的职位可能 就是不符合你的要求 我给你一个职位是 我们新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先要到我们下属公司去培训培训 那薪资待遇呢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对 就从这个 从这个猎头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永峰你的特质 我刚才想说 没好意思 因为还有其他老板 其实最适合到一个民营的生产性企业 真的这个会非常的合适 好 谢谢 真的 这样吧 永峰 我们不聊那些了 15秒钟的思考 永峰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这份工作 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我想换句张华强 道别 没关系 还有很多道别的机会 场下的你也得道别 快点看着工 加油 谢谢 三十多岁了 想改变 成长 谢谢 并且把自己的优势 对 考虑足了之后 再考虑考虑 与自己的练势 好的好的 综合在一起 好 谢谢 谢谢